上一集中 我们来到了佛童府 参观了大佛塔夜晚宇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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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20株 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便宜 这边全是生烟 生烟虾 生烟三文鱼 生烟还是少吃 要鸡身头 夹猪皮 看着好好吃的感觉 生意真的很好 这边是什么鱼的籽 然后那个叫厚 在中国是保护动物 然后在泰国他们会吃这个厚的籽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但是就跟国内有些地方的那个腌水果很像 用一些 水果然后蘸一些辣酱吃 哇 这个椰汁只要20株一杯 他们已经忙不过来了感觉 我来了一杯 你们可敢想中国的辣条在这边竟然这么受欢迎 泰国人竟然也会吃辣条 这算一种文化输出了 我真的泰国人民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了 这种庙会确实也是很热的 吃的真的很多很多 简直跳花了呀 除了吃以外 搞点文化也是挺重要的 现在呢我们已经转到了火塔的入口处 现在呢我们已经转到了火塔的入口处 这边的人更多 而且很多上面都是上去祈福的 毕竟是来到了礼佛圣会 礼佛的环节自然很重要 泰国本身就有很多种做功德的方式 这么大的圣会 那肯定亮点更多了 这边是 把右边的香 我们拿到香之后就可以到 环节美食堂了 香主要供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排的大队 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像铃铛一样的东西 这边是他们把那个铃铛好像会挂到树上面吧 可以可以看一看 哦是上到佛塔上面 这边是一个佛殿 对 这边是上落里面的东西 好 好 谢 这下落里面的黄铛 匀 是上温和 Verkehr 比较高 射手 这边也是换完钱之后,可以拿零钱去投到这些玻璃里面,共有僧人。 因为今天是伯塔节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挺早的,现在刚八点多,就已经很多人都进来参加这些活动了。 有很多的这种学生来这边当义工,然后帮助大家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寄放鞋啊,或者售卖一些东西啊这样的。 这场礼佛社会对于泰国人民来说,是对美好生活的祈祷,也是对当下生活的享受。 生活本应是多姿多彩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它。 一个积极的视角会让你发现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让我们像这对夫妇一样,拥有乐观的生活态度,去感受美和幸福吧。